今天喝咖啡了嗎? 大家好,我是老蕭老師 你一天喝幾杯咖啡 我一天最多就四杯咖啡 聽說那個永遠的偶像 是嗎?劉德華 他一天喝十幾杯咖啡 你喝幾杯? 難怪不夠帥的原因是因為咖啡喝太少 我會繼續努力 最近常在電視節目還有YouTube的頻道 有人提到說怎麼會有人買儲蓄鞋 而且下這樣的標語就是 笨蛋才買儲蓄鞋 你笨嗎? 我很笨,因為我有買儲蓄鞋 我買兩張,你買幾張? 你買四張,你買十張 我讓你更笨,你笨到底了 是吧? 全台灣那麼多人買儲蓄鞋 全台灣那麼多的笨蛋 我想我們那個鄰近的國家 日本應該更多笨蛋了 對不對? 因為他們買儲蓄鞋更多了 聽說他們好像一個人買三張 買六張,買八張的都有 哇,那大家都是笨蛋 是吧? 在十二年前金融海嘯的時候 你知道很多的基金股票 賠到剩下三成不到 還有人賠到去自殺的 那我們這些笨蛋呢 我們把本金都留住了 是吧? 我們怎麼那麼笨? 怎麼沒有跟人家一起賠? 怎麼把本金留住? 對,我們笨到底 我們笨死了 是吧? 很多支撐理財專家呢 他們都舉一個例子 假設呢 我出去選一年繳一百萬 那六年呢 是不是繳六百萬? 當我第一年繳進來的時候 假設我第一年解約 剩下多少? 一定比一百萬少嘛 對不對? 那第二年再進來 本金兩百萬 我第二年解約的話 本金又剩多少? 那假設呢 我要把六年都繳滿了 我是不是繳了六百萬? 那我六年之後解約呢 你看利息才多少? 比銀行都不如是吧? 所以他們才說 笨蛋才買儲蓄錢 是有原因的 來 我想試問 你為什麼只要停在這邊? 為什麼你不繼續講下去? 我告訴你 儲蓄錢 就是之後呢 精彩才要開始 為什麼你不講下去? 為什麼你要停在這裡? 好 不講下去的話 待會兒老蕭老師繼續講下去 讓你看看誰才是笨蛋 再來 上次看到一個電視節目更精彩了 有一個劉先生是吧 他就帶著一圈啊 好像看似 欸 認識還是不認識那些藝人 我不曉得 反正我也沒有常常在看電視 他就提到說 假設儲蓄錢 一年繳五十萬 假設繳費二十年 是不是二十年總共繳了一千萬 那好啦 到時候二十年之後是要還本 假設一年只有兩趴了還本 來 你試問大家對不對 二十年後才還本 一年還兩趴 那一年兩趴 那多久才能夠還本 要五十年之後才能夠還本 是你腳背腳到二十年後 然後從二十年後開始還本 一年還兩趴 是不是五十年後才能夠還本 所以呢 笨蛋才買儲蓄件事吧 OK 所以他們這樣講是有原因的對吧 現在回過頭了 我想要試問你們 剛才你聽到說二十年後才還本 那來到二十年 本金不見了嗎 他本金都還在 你以為本金不見了 二十年後再繼續每一年還本 五十年後才能夠還本 那真的是傻了才會去買嘛 對不對 可是他的本金一直都還在 而且我告訴你 假設二十年沒有還本 還本的保單 他來到第二十年 其實他的本利盒 已經高過一百二十%了 那這個部分你們 為什麼不說 為什麼說二十年後才還本 那五十年後才能夠還本 你到底在說什麼 你清楚你在說什麼嗎 為什麼你們要那麼避忠憂 都講不好的 那好的為什麼你不說 你要說清楚講明白 不要在那邊顛倒是非可以嗎 你有沒有看到今天 老蕭老師眼神透露的場景 真的壓抑得太久了 OK快過不去快忍無可忍了 是吧 你知道假設呢 這樣的儲蓄錢 是二十年前買的 二十年前那時候利率都少 那時候的預定率大概是八%左右 你知道現在假設每一年還本的話 現在只有五%的還本 相較於現在銀行利率一%都不到 所以二十年買的儲蓄錢 現在不是買的就賺到了嗎 OK那一樣的時空背景 一樣的思考邏輯 來聽一下 假設現在開始買儲蓄錢 現在就是兩%的環境 那買到後來二十年後 從現在開始往後推 推到二十年後 那那個時候呢 未來呢 好哪怕哪怕是兩%的獲利 可是你知道嗎 當時候的銀行利率 恐怕已經是零利率甚至負利率了 那個時候你還是會覺得買到賺到是吧 因為你知道日本人為什麼現在不敢消費 現在就是沒有利息 你知道退休的定義是什麼嗎 退休定義就是 張開眼睛就是要吃就是要喝就是要花錢 假設呢 沒有利息可以花 只能花老本 老本是不是只能越花越少 越花越損 越花沒有安全感 那假設今天你透過這樣的儲蓄錢 未來假設呢 哪怕是兩% 一個月可以給你兩萬三萬四萬 基本生活你都不要擔心 而且是花利息不是花老本 你會不會覺得這非常的難人可貴 你會後悔為什麼你沒有去買儲蓄錢 對不對 到底誰笨 讓我先喝一下再繼續 剛才不是講到一個六年期的案例嗎 假設一年一百萬 六年是不是交了六百萬 那假設呢 六年後你解約的話 那利息呢 恐怕比銀行還要低 好 那我想試問 你知道嗎 精彩才要開始 為什麼你們不講下去 沒關係 你們不講 老蕭老師現在講給你們聽 為什麼叫做精彩才要開始 記不記得上次老師在別的節目有提到 一種保單叫做時間負利的保單 當期滿之後 你保費不要再繳進來了 可是呢 你的錢呢 不管現在銀行 哪怕是領利率負利率 這邊給你的預定利率是固定利率 是不會改變的 而且不僅是單利給你 而且是時間負利到底 對不對 好 假設未來呢 這筆錢是要用在我們的退休生活 這邊呢 時間負利到底 那假設放在銀行呢 像日本一樣 已經零利率負利率的話 你知道這 一來一往落差會有多大嗎 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 儲蓄險的定義是什麼 它不是在短期的效率 我講的不是繳費年期喔 我讓你看到它是一個中長期的規劃 甚至未來指向退休這件事情 它能夠帶給你的會超乎你的想像嘛 好啦 不一定要說是理財專家 假設呢 你對理財有一點理解的話 你應該最清楚知道 永遠是比例原則對不對 所謂的資產配置 那我反過來試問你 再好的投資 你會不會百分之百跟它拼了 會不會 回過頭來也一樣啊 假設呢 今天呢 再好的儲蓄險 我也沒有叫你百分之百 跟它拼了嘛 對不對 永遠是比例原則嘛 那最白話的一句話 就是雞蛋不要放在同個籃子嘛 需要比嘛 有什麼好比 投資跟儲蓄怎麼可以比 在不同的天平 也因著不同的目的 也因著每個人 自己的個性跟投資的屬性 怎麼比 根本就不需要比 你自己很清楚知道 對不對 為什麼你要一直打著儲蓄險 這件事情呢 還是身為理財專家嗎 好 講到投資這件事情 你真的認為 老鄉老師 只會安全保本這件事情嗎 只會叫你買儲蓄險嗎 這二十年來 我們每天進出期貨跟選擇權 你做什麼投資 你知道這槓桿有多大嗎 你應該自己最清楚吧 對不對 當我們在活裡來水裡去的時候 你在哪裡 我只想要說 哪怕是我們這樣的投資客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未來我們孩子的教育基金 甚至為了我們的退休 這是一個確定的目的 我們要用確定的工具來完成 不是嗎 怎麼可以比 哪需要比嘛 對不對 好啦 投資呢 有可能讓你大富大貴 但是呢 有沒有可能讓你家庭破碎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 哪怕呢 是一趴哪怕是兩趴 哪怕是安安穩穩安全保本 你有沒有聽過陳鈺勳的一首歌 叫做穩穩的幸福 那不知道就是聽一下好不好 來我們來聽一下 我要穩穩的幸福 能抵擋末日的殘酷 在不笨的深夜 能有個歸心 主帆 你聽到嗎 我要 有沒有很感動 有沒有那個畫面出來 是不是 其實呢 老孝老師給大家一句話 我們要是可以把每一分錢都安排好 結果就會更好 沒有對或錯 沒有好或壞 只有最適合你的 最適合你現在的狀況 最適合你現在的經濟能力 永遠都是量力而為 是吧 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情 那把每一分錢都安排好 配置在最好的工具上面 我相信呢 這就是穩穩的幸福 來聽老孝老師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現在日本最熱賣的商品 是什麼商品嗎 是平均20年0.7%的儲蓄錢 為什麼熱賣 因為你知道他們現在銀行領域福利率 那我們現在我們台灣呢 還有1.75%還有2% 你知道這件事情有多難人可貴嗎 那我們來下一個標好不好 欸老師也是對不對 理財專家來的是吧 老師也要下一個標 來聽清楚喔 笨蛋 才不買儲蓄錢 最後聽清楚喔 記得關注老孝的頻道 記住這個聲音 還有這個眼神 我們來聽一下 我們來聽一下 我要溫溫的幸福 能抵擋末日的殘酷 可以嗎 可以嗎 我聽識的是 我已經沒有聽過 在錄製